其實總統大選民調 從最近這一個月以來 連續做了這第六個 就是前面五個民調 他的共通特性 都是韓國瑜最高 那麼朱立倫是國民黨內最高 但是如果柯文哲要選 韓國瑜沒選的情況之下 柯文哲通殺藍綠 朱立倫無法贏 所以為什麼我們過去兩個禮拜 密集在討論韓國瑜 是不是應該出來去扛這一局 因為國民黨如果2020 一定要勝選的話 按照過去的五個民調來看 基本上如果你朱立倫出來 然後柯文哲也出來 韓國瑜沒選 國民黨未必贏 當然還會有調動 可是民調看起來的話 他還輸 但是這是第一個 觀眾朋友 這是第一個出現 即使韓國瑜沒有參選 朱立倫也可以贏過柯文哲的民調 就在我們今天電視牆上面的右手邊 大家看朱立倫31 柯文哲25.7 然後小英總是12.2 就是有意義的差距 對 就12.2 超過大概將近6%的差距 他就是有效領先 就剛剛主任講有意義的差距 這種狀況之下 是不是那麼韓國瑜 就不用去聽人交戰 就是說大佬今天的臉書 我也忙拜讀了 他的預測是韓國瑜 不用出來選 是不是就這個方向 等一下再請聽大佬的高見 大佬有沒有預測 柯文哲會不會選 等一下 大佬來講 我把我部分講完 大佬是誰 這第一個 就是說如果這個民調 因為觀眾朋友 我特別講 這是我過去看的6個民調當中 第一個出現 如果第7分 第8分 也就是後續還有接下來的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都出現朱立倫 贏過柯文哲的話 討論韓國瑜 非得出來的聲量就會降低 大家覺得沒有必要 因為韓國瑜也沒有意願去領表 朱立倫自己說的 只要他夠強 就不會出現什麼二階段跟徵召 這些變數就不見 我今天早上正好訪問朱立倫 就是廣播有約好 他覺得夠強了嗎 他在進我的播音間的時候 他還不知道 因為他已經準備好一個 他輸給柯文哲的民調 他還沒看報紙 不是 當然我有跟他講了 就一早起來 因為我們約好 他原本準備好 我給他的訪綱裡面是要講說 我的民調現在此刻 雖然輸給柯文哲 可是我有幸運贏過他的那個說法 但一來以後 我已經贏了 所以他也嚇一跳 但是有幾個點 我跟大家報告好 所以你就要起來贏了 對 昨天晚上還沒有贏 昨天晚上我在跟他溝通 今天早上網的時候 早就知道要多早幾個贏 我跟大家講 因為今天有幾個點 特別有點到 周六倫他也特別提到 他講的其實所有的民調專家 也可以來討論 周六倫的說法是否為真 因為在民調的取樣過程當中 各個年紀族群 都必須要有一定的數量 譬如說我們要1068份 基礎以上 才可以成為一個有效民調的時候 年輕人普遍比較難做 為什麼 因為他可能不在家裡不接電話 年紀小長 尤其是50歲以上 可能他比較容易 在電話朋友找到他 觀眾朋友要懂 我現在講的這個小的一個細節 通常我們沒有在談 所以當年輕人 譬如說我們做50到60歲 我們做100份好了 應該是50到55 做100份 然後有效的民調到了以後 我就取樣完成 可是20到30或30 他比較不行 可是他會設定一個 如果我做到50份 因為你要做到100真的很難 我就加全他 所以今天周六倫提出一個看法 就是說柯文哲在年輕族群 20到39很強 他也承認他非常強 可是也許沒有外界看到的那麼強 這個民調又證明說即使年輕人搶的部分 搶可是他已經輸了 第三個我跟大家看下面這個點 你要注意到韓國瑜是31.9 然後朱立倫是31 沒有什麼動 倒是柯文哲是22跟25 然後小英從15變12 我們看兩個點就好了 這裡面有一個trick 也要注意就是 在做民調的時候 我常講時間跟機構 中國時報做民調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泛律的選民 他接到以後 我故意要告訴你 我支持朱立倫 因為我可能不喜歡韓國瑜出來 大家看這個點 在電場很清楚 導播我們拍一下 韓國瑜的泛律 所以31可能有一些是民進黨 我現在直接跟大家講 韓國瑜的泛律支持度是3.6 有沒有 在這裡3.6 可是朱立倫的泛律支持度 居然是9.6 比他多了6% 是不是就是泛律的人 更支持朱立倫嗎 也許他們因為泛律的人 看到韓國瑜一天 透過民調把最強的做掉 因為韓國瑜讓泛律痛 所以我真的很討厭韓國瑜 也有可能 或者是說 我故意要講一個次要的選擇 大家去留給後續再談 我只是提出這個看法 第二個 中間選民顯然 是韓國瑜可以吃到 比國民黨更多的 在這裡 灰色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 朱立倫的中間選民是16.7 但是韓國瑜可以到21.4 而且韓國瑜中間選民 基本上已經跟柯文哲追評了 對 所以就是說 我之前所說的 柯文哲在中間選民 在年輕選票上面領先的態勢 好像被韓國瑜追 所以這個現象 也跟我之前觀察是一樣的 就是說台灣選民 是有分比較藍跟綠的兩大塊 可是也有中間 我不一定投給藍 不一定投給綠的人 這些人對於韓國瑜的認同度 高於朱立倫 你說那怎麼沒有王興平 其實都往後排 王興平 吳敦義 還有其他的參選員 肯定是在後面 所以前兩名拿出來看 好 所以觀眾朋友 這個民調很簡單的解讀 就是我剛剛講兩個重點 如果後續還會繼續出現 賀文哲輸給朱立倫的民調 第二個 第三個 再度出現的時候 韓國瑜參選機器就會降低了 第二個就是這樣的民調 其實也會呈現出 在中間的選民這一塊 目前國民黨內最強的朱立倫 他還不夠強 中間選民對於 我可以投給韓國瑜 但是我不投給國民黨人 他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他要去爭取 爭取到這一塊 才可以讓選舉的結果 勝選的機會變得更高 你今天早上訪問朱立倫 他覺得他自己現在夠強了嗎 他努力讓自己變最強 以這個民調來看的話 他還沒有比韓國瑜強 所以大家就知道 朱立倫在第一次州西委 提出這個兩階段的說法的時候 他其實是很清楚講說 這會有問題的 他是反對的 可是後來辦公室就修正了 然後他本人到今天 因為觀眾朋友你要去看 禮拜二的這個諸韓會的時候 他的說法有人錯誤解讀 我跟大家講一次 他說我做什麼 他都支持 他只韓國瑜 他做什麼我都支持 他不是說我選總統他支持 他當市長我支持 沒有 他就是講這樣的話 我做什麼他都支持 他做什麼我也都支持 記者追問 選總統你有支持嗎 他說再講一次 我今天也問 朱立倫他並沒有講說 韓國瑜選總統這個選項被排除 所以韓國瑜選總統他也支持 對 韓國瑜如果比他更強選總統 他已經講很清楚了 韓國瑜如果是90分 而我是80分 90分當然高於80分 我支持他 而且國民黨要變成170分 就是把我的80加他的90 朱立倫今天這樣的講法 其實基本上也是以退為進 他讓所有的韓國瑜支持者 看到就是他的高度 我沒有一定要排除 這個韓國瑜參選的可能 反倒是王金平出的是另外一招 就是說我直接跟你講 這次不要他出來 可是我做四年就好 四年後我就交棒給他 可是民主政治不是靠誰交棒 他不是世襲政治 所以各自有各自的戰略 朱立倫現在戰略很明顯就是 友善韓國瑜 把韓國瑜拉近了以後 讓韓國瑜支持者 在最後韓國瑜 如果最後沒有出來的情況之下 願意把票投給朱立倫 從這個民調看起來 朱立倫最近的效果是有呈現的 可是我補充最後一點就是說 做民調的時間是3月4號跟5號 但是朱立倫跟韓國瑜見面 這一份是3月5號做的 這一份是3月4號做的 所以這是3月5號 一個完整的反映 朱韓會之後的一個 對 3月5號這一整天 你看時間來講的話 如果是早上他們還沒見到 可是已經出現訊息要見 是不是因為這樣 讓朱立倫的 被韓國瑜支持者的認同度提高 後續我們再看下一個 下下一個民調就會更清楚了 不過你沒有分析到柯文哲 柯文哲看到這一份民調之後 他要選嗎 沒有 我講 柯文哲在民調當中 顯然就是參選機率就降低了 就我講了 如果他一直無法拉上來 他的參選機率就會降低了 但是民調有很多種 我就講 民調他會顯示出他這段期間 的確他的網路聲量 完全被韓國瑜碾壓 他很努力了 你看他以色列回來不累 他要去騎腳踏車 他還要去見阿扁 他還要去屏東看台灣的燈會 然後去跟陳佩琪塞恩愛 他努力要把自己的網路聲量拉回來 他也還在努力中 如果說形勢最後不好 我覺得柯文哲不選的機率是存在的 但是如果最後韓國瑜的這個形勢 覺得非韓國瑜不可 韓國瑜出來參選的機會也是存在的 所以現在的這個狀況是 還在一個變化的過程當中 所以未來如果韓國瑜的支持度還是最高 而且朱立倫又調回去輸給柯文哲的話 這是一個拉鋸賽 韓國瑜會被勸進 根本大腦雖然講說希望他去領表 但我的解釋是一來他也不會去 大腦已經改了 他已經改了很多天了 我剛剛看 我沒有講我希望他去領表 從那一秒鐘開始 韓國瑜參選2020的機會就消失 因為還要看到6月的時候 是不是還有變化 如果到了6月的時候 柯文哲他跳回到35%以上 然後朱立倫輸他 而且是有效的輸的時候 這個時候國民黨內就會再傳出 還是應該要派異軍出來 這樣的聲音出來了 大佬永遠比較操前 你現在趕快操前 告訴我們6月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這不是操前的問題 這是各憑本事 一年以後誰對手不錯 我認為韓國瑜已經沒有天然教授 已經沒有 還有網路上很多人都誤解 我本來是挺韓 現在沒有 說我變來變去 我沒有這個意思 你回去再幹 我原來 我就是說 這些人都誤會你了 我就是幫國民黨裡頭 很多人有焦慮 認為沒有韓國瑜贏不了的人 然後有什麼二階段 有什麼這些一些亂七八糟的設計 我是幫國民黨說 這些設計都不好 都會給人家笑 我幫他設計一個比較好的 所以我In case 我們韓國瑜點頭了 這就是一個水到渠存的方法 現在回來講 柯文走 我是全台灣第一個 也許到今天還是唯一的一個 那天進來了半個侯漢廷 侯漢廷也有那個味道 但是他沒有說像我這麼爽 我是第一個 我在本台本節目 我說他繼續走下坡 不是 我把這個榮譽給了你 我在本台宣布 我說柯文哲自從陳思宇那一天 大敗以後 他心裡頭要選總統的意志 我有聽過 對不對 一路下降 而且我說很有可能他就不選了 我覺得他腳踏車也騎不下去了 果然 所以騎一半 我說對 騎半套 對 還有一天四層 一天兩雙層變成一天四層 還中間那麼長一段 新竹到台南都不及了 沒睡眠了 沒開了 沒意志 為什麼 我們現在要分析這個東西 我覺得有幾個原因 因為這個網紅直播 沒那麼流行 還有網紅這個直播的聲量 跟支持度跟投票率 也不見得是劃等號 這個相關下降了 第二點 我覺得柯文哲是給人家看破手腳 第一 不能說一事無成 問你比較困難的問題 頭到白白的就說 這個聽起來有點怪怪的 這樣就可以改罰 這樣就可以改罰 這樣我也可以做 所以這個被人家看破手腳 第三點 你不得不佩服 這個韓國瑜現在聲量上來了 他把柯的聲量壓下去了 柯的被壓下去的話 藍營就過對了 所以藍營在歸隊的時候 你問我韓國瑜當然好 韓國瑜拿掉 問我朱立倫 也可以 所以這個此消彼長 此消彼長 國民黨長 柯文哲就消 這是很自然的現象 我覺得應該要這樣看 而且這個一旦啟動 很難Reverse 很難逆轉 柯文哲現在又沒變步 我在這裡再預言一下 額外加碼的 第11點 我做筆記 10plus1 我跟你講這個plus1是什麼 他快要出去美國了 去美國這一趟 一定是 沒有糟糕 沒咖哩 沒刀 沒燒 搞不出花樣 我跟你講 深藍的不會熱情歡迎他 你說柯文哲 柯文哲 所以他從美國回來日 就是宣布退選日 你比我勇敢 我沒那麼勇敢 我跟你講深藍的不要他 當然 深藍的也不要他 他跑當跑戲 你覺得他的成就 會比朱立倫去矽骨這樣翻一翻 回來有效果嗎 不會有效果 這不會有效果還沒有關係 我真的怕他一路挫折感太大 沒有效果 他就玩一些 又是丟人現眼的花樣 坐在哪 要坐在地上 還是會上躺著睡覺 就類似 好 拿著有機場的插座 那邊比較好用 我覺得再蠢的人 也不會在機場坐兩次 但是是會扣分的 所以我覺得 是堅持白色力量的架子 所以我回去才寫了這個十點預言 十點預言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跟你拚 現在十點跟你拚 我的第一點就跟他不一樣 他說韓國瑜還在天天交戰 我的第一點就韓國瑜不選 你看這個有什麼 大老 你韓國瑜不選 跟他內心有沒有天人交戰 沒有衝突 你那個是結論 結論不選 他老早就已經沒有天人交戰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柯文哲都嚇破了 很有可能也不會選 第三點 國民黨最後初選的名單 只有兩個人 只有朱立倫跟王金平 其他的人都不會登記 連主席也不會登記 主席明明白白告訴大家 我選的可能性只有萬分之一 萬分之一是什麼 是0.0001 你們所謂 那就是萬一 萬一 萬不零 萬一 萬一 早上有什麼 萬一落後名 這還在落後 你們很聰明 萬分之一不能縮短為萬一 好 所以我覺得吳主席不危險 周錫偉也不危險 周錫偉本來是有目的來的 他是有功能性的喊話 既然這個都過了 所以他也不需要花900萬去登記 張亞中 孫文學校總校長 那就不用說了 所以大概只有兩個 還有一個 羅志強 羅志強那不用說 羅志強已經支持朱立倫 沒有 他們都是功能性的 叫陣 這個叫陣 已經沒有陣了 就不需要叫 已經陣了 不用叫了 已經陣就不用叫 所以他們兩個人爭鋒 那就朱立倫 那就看柯文哲想通了沒有 他想通了 不選 那就是朱立倫大贏蔡英文 如果他還是沒有想通 也許說玩到這裡就結束了 台大恐怕又不要我回去 我幹什麼 我真的要到台東去行醫嗎 現在不敢玩 還有三年市長任務 他會去搞一些人 搞一個政團 他有一些票 選立委 分幾席 不分區立委 支持選立委 這個我不能排除 但是如果他做這件事情的話 最大的受傷者是民主黨 是民主進步黨 所以我的 最大受傷者是蔡英文 不會是朱立倫 你說什麼 如果柯文哲參選的話 不 我現在講的是 不分區立委的分配 不分區的立法峰會 剛剛你們講 這個偉翰看得很細 就是說如果是韓國瑜 如果是朱立倫 他們怎麼拉扯拉拔 什麼蔡英文那邊比這邊好 我只有一個結論 就是到目前為止 朱立倫對柯文哲手下的那些 藍營票 綠營票的拉的力量 朱立倫還不如韓國瑜 原先韓國瑜把柯文哲的票拉回 讓他歸對的力量 其實也只有一半 就是說本來藍營在 柯文在那邊有34% 韓國瑜大概拉回來一半 拉回來一半 朱立倫沒有拉回來一半的功力 照上一次的民調 他大概是拉回來三分之一 謝謝